哈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今天的周末炼金术 我是周慧婷 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几年前呢 日本有社会学者提出的下流老人这个名词 主要是警告大家在年金制度面临的崩坏 然后照顾的成本越来越高的情况之下呢 未来社会很可能会出现大量从中产阶级掉下来 过着中下阶层生活的下流老人 这个话题呢在日本和台湾都曾经引发广泛的讨论 随着高龄社会的到来呢 如果你不想当下流老人 但是要当上流老人门槛又太高了 怎么办呢 在一般人的认知里面呢 会觉得这个年纪大了之后啊 生活上的花费应该会比年轻的时候来得低吧 不过呢有财务专家提醒哦 事实恐怕未必如此 虽然这个时候呢 子女教育的费用还有房贷车贷通通都减少了 但是因为你待在家里的时间变长啦 所以这个水电啊瓦斯啊都会比较高 另外呢因为重视养生而买的这个健康食品 或者是健康器材呢也不便宜哦 还有就是你休闲比较多了 聚会也比较多了 旅行也比较多了 这些都是得花钱的 更不要说一些医疗照顾上的花费了 所以呢对很多退休老人来说呢 支出不减反增其实是有可能的哦 所以到底要准备多少养老金才够呢 根据这个日本总务省的调查啊 在日本呢一般退休老人啊 每个月平均的花费大概是新台币 差不多8.5万元左右 而现在在日本呢平均一个家庭 每个月的收入大概是台币11万 也就是说呢如果你的收入是属于 这种中产水准的家庭的话呢 老年退休之后你每个月可以动用的支出 至少要是你现在收入的八成左右 才可以维持你生活上所需要的 好这个是在日本的情形 那么当然每个社会的这个生活消费指数不同了 不过我们假设如果台湾也接近这个数字比例的话呢 想要维持跟现在有相同水准生活的中流老人生活 要怎么准备呢 这边专家有提出几个 从现在开始起就可以落实的简单的原则 第一个呢就是要享受节约的乐趣 如果觉得节省是苦差事的话 你就很难持续下去了 所以呢你要从现在开始 就把节约视为是一种生活上的乐趣 第二个呢就是养成储蓄的习惯 从每个月的收入当中呢 拨出一个固定的金额 把它存到另外一个不可动用的账户当中 作为将来的养老金 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你不可以只是被动的储蓄哦 也要开始学习做理财投资 那么当然了这个时候呢投资是以保本为前提的哦 所以风险太高的投资还是要避免的 好第四点呢就是你的房贷学贷 在退休前呢一定要缴清 这个是专家的建议 然后呢第五点 对小孩的教育花费不用花那么多了 不要因为周围的人都有在做 就给孩子安排太多的补习或者是才艺 其实这个小孩的教育花费真的还是蛮可观的哦 第六个呢就是要重新审视一下你的保险规划 那么年轻的时候你所买的保险呢 很可能现在已经不符合 现在已经往后的需求了 所以必须要针对你未来需要的保障呢 重新做一些安排规划 然后第七点呢最后点就是不要因为 犒赏自己随意的花钱 即使真的有非常想要的东西呢 也应该要用不超过年度花费预算来作为原则 好事实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社会 如果现在过度挥霍金钱的话 在收入减少的晚年 很可能就会面临入不敷出的窘境了 所以建议大家要调整一下现在的消费观 寻找不花钱 也可以获得快乐的这种生活方式 就能够从容不迫的迎接你的中流老人的生活了 好提供给大家参考 现在的这个中老年生活真的是好漫长哦 可能会占掉你人生整整的一半哦 所以除了财务规划之外 如何活出优雅的人生下半场呢 我们稍后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 是享受吧 五十后的第三人生 为您访问到的是作者丁灵娟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好欢迎回到周末练技术 我是周慧婷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书呢 是享受吧 五十后的第三人生 作者是丁灵娟 丁灵娟呢 有个封号哦 是台湾的公关教母 那么曾经拥有这个世纪澳美公关董事长 还有创办人的头衔 不过呢 就在事业最巅峰的时候呢 他选择要淡出职场 什么原因呢 因为在他认知里面觉得人生到了某阶段 应该有更多其他值得追求的东西 这些东西包括哪些 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邀请他本人来分享自己到目前为止呢 对第三人生的体验 哈喽林娟好 惠婷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第三人生也好 五十plus也好 或者说人生的下半场 这几年这几个名字都相当的行 那什么叫第三人生呢 我看你在这个书当中呢 你给他一个定义就是 第一人生就是求学的阶段 那第二人生就是你离开学校之后 在职场打拼的这一段时间 可能短可能长 然后第三人生就是你指的说从职场毕业 不一定是退休啦 但是就是开始淡出 那这三个这样子的定义呢 其实他就跟年龄没有很大的关系了 因为有的人可能到了六十五岁 还在继续职场打拼 那邻娟你是选择在五十四岁的时候啊 华丽转身 离开了这个就是巅峰的职场啊 这个时间其实还蛮早的 尤其现在人的体力啊 很多人来看 各方面来看的话 什么原因让你做这样的决定呢 我觉得第一 我那时候觉得职场不好玩了 因为我最后一个工作董事长 其实也当蛮九十几年了 那到最后 缺乏挑战 对缺乏挑战 我其实比较喜欢在第一线上 跟着这个同事们一起去打仗 然后当你位阶越高 其实高处不升 对对对 然后就觉得好像缺乏一个挑战的工作 所以我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蛮久 我大概五十岁的时候就在思考 人过五十其实就上班产下班场 就会思考说 你下一步的人生 所以我准备从职场毕业 其实我也准备了好几年 所以我就开始找我的接班人 那当所有的事情我觉得都如计划般的进行 然后很smooth之后 我就开始启动我的这个 这个毕业典礼 对你毕业 毕业典礼到毕业之后呢 做了许多轰轰动动的事情 这个待会儿慢慢聊 不过我知道这个其实五十岁 是我们人生一个高峰 不管是事业上财富上 各方面应该都拥有某些的成就 所以要毅然决定转换 急流涌退 这当中应该有些心态的调整吧 有 其实对我而言我自己也想过 在这个中间我其实也有一些挣扎了 比如说如果你离开了职场 可能你就没有那个光环 你没有董事长的光环 你没有那个澳美的光环 那人家怎么看你 那你还这么年轻想要做什么 可是我觉得我的学艺里面反正就是留着那种 很好奇的心 就是我觉得人生应该还有很多可能性 那而且我觉得我们未来的年纪就是越来越长嘛 那我觉得如果不提早去规划 你离开职场之后的日子的话 那那我觉得后半段就是更难去生活了 那最近那个马云不是五十五岁也退休吗 其实我觉得 我看他那个毕业典礼讲的话 我觉得还蛮心有气气焉 同样的他也觉得就是说人生还有那么多事情 好玩的事情可以去经历 而且也有可能有很多风风浪浪 值得我们去折腾 他说为什么不呢 所以我是觉得说 其实勇敢的踏出第一步 离开了职场之后 反而我觉得还阔天空 对我而言 我觉得反而还阔天空 我现在可以做的事 以及我认识的人脉 我觉得比以前更宽广很多 这倒是个非常成功的转身的例子 因为我有朋友过去在高科技业 担任很高阶的主管 那当时也差不多是这个年纪 他就决定要开始乐活人生 结果下来之后 他说他坦白说花了大概半年一年的时间 才开始慢慢适应 什么原因呢 因为以前总是有很多 不管是业界有什么风吹草动 马上就记者电话就来了 请教他的高见 这个电话越来越少 到后来完全没有人找他了 所以他就觉得心态上 确实还是需要一点调试 虽然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你没有经过这样的调试期吗 我觉得我那个调试期 好像不是很长 因为我其实启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之后 其实我已经在中间 我就开始去找我其他的兴趣 开始在做 所以最后几年 我已经开始在写专栏了 所以你是按部就班的 在做这个 对对对 转身的动作 对对对 其实我是觉得 如果还非常enjoy工作的人 也不要贸然 就是像我这样子 我觉得 要离开职场一定要想清楚 那我觉得在平常 在第二人生的时候 其实就应该要培养一些 你的兴趣 还有你的生活圈 要慢慢慢慢的拓展 对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你才有办法在第三人生的时候 马上就可以把你的兴趣 apply上 是是是 所以我其实 所以你说的吗 你从你40岁开始 对 要求自己每年学个新东西 对我每年就学一样新东西 这是蛮有趣的自我要求 对对对 因为我那时候40岁的时候 刚好其实也是事业正忙的时候 可是我就觉得 怎么我的人生越过越不快乐 就是我除了工作之外 我就是工作 然后我就在想说 我年轻时候的那个定灵圈 跑到哪里去 那个好奇 然后对所有事情充满了这个乐趣 就是充满了好奇的那个定灵圈 所以我就决定从40岁的时候 把他找回来 可是那时候因为很忙 也没有时间 所以我想了半天就说 好那我不要急 好我如果一年只学一样东西的话 我十年以后 我一样石像圈呢 我这样一想通了之后 我就很开心的去做了 所以我第一年就 所以你做了哪些事 我第一年就开始学钢琴 因为我就在想说 哎你有没有什么 以前一直很想学的一些才艺 一直没有机会学 我第一个就想到钢琴 因为小时候家里比较穷嘛 就买不起钢琴 所以特别羡慕那些有钢琴家的那个同学 可是学了钢琴以后 我才觉得 哇真的很难 其实我觉得学什么都很难 都很难 对 但是你在学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慢慢慢慢去感觉 去思考 这是不是真的我想持续下去的 所以我这十年来 可能我学了十样不一样的才艺或兴趣 那其中有一些我就觉得我再也不要学了 那有一些我就觉得说 哎真的很有趣 然后你就又认识了一群不同的同好 对然后你人生就发展出一些 嗯不一样的一些思考啊想法碰到不一样的人 然后我觉得那个窗户就一直打开 一直打开 所以哪些兴趣是你现在持续的有没有 像绘画 画油画 油画 对 那时候也是我大概四十几岁开始学 然后我觉得 哇好好玩哦 我在那个画里面完全可以放空 可以疗愈我自己 就是我很忙很忙的时候 但是那个小时在画室里面画画 我就可以完全不想公事 我只想到那个画面 我觉得反而对我来讲是一种疗愈的过程 所以我就继续画继续画 已经画了像也十年了 你知道在你各种创举当中 让我自己最有感的是哪一样 是单车环岛 哦 really 为什么呢 因为 那很难 因为我自己的 骑脚踏这技术非常的差 那其实这是我一个梦想 但是我一直没有办法去实现 因为我觉得像我骑脚踏车 第一个我中间那个横杠一定不可以有 要不然我会有心理障碍 会害怕 再来呢 我害怕转弯 右转OK 但是左转我有心理障碍 然后再来就是会车 就是对面如果有人走过来啦 有另外一脚踏车啦 我自己就会害怕 我可能自己就跳下来 或自己就跌倒了 所以我老公 因为他以前跑三铁嘛 对 所以那个这三铁其中最重要一样就是脚踏车咯 可是我就一直没有办法突破这个障碍 所以我看你 你好像也还有点骂咖 对我很骂咖 但是你居然也完成了 对不对 我去参加一个我觉得有一点偷吃步啦 那个就是老爷酒店办的那个慢骑就是比较佛我们这种首领 所以他不是像一天骑那个一百多公里啊 我觉得体力还好耶 但是那种心理障碍 心理障碍 对啊 你觉得台湾整个以单车环岛来讲环境还算友善吗 我走的那个路线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我跟着专业的就是捷安特嘛 那又有领队又有那个那个响岛 我觉得 安全上还OK 对对对 我觉得安全上 然后心理上他们也会帮你加油 然后我觉得队友也是 如果你一开始有说我很骂咖 那大家也会等你 所以我觉得突破那个障碍反正就先做了 而如果真不行还有保姆车 我那时候就是这样想 那只是到最后你就觉得说 哎人家都没有上保姆车以上 好像也不需要 就觉得对你就会克服 OK好 那我就把它当做我的下一个目标吧 去做吧 好 脚踏车有机会实现啦 但是另外一个大概对我来讲 这辈子不可能了 就是演唱会 你在您告别之上 做办了一场演唱会 我觉得这蛮大的挑战 你的歌声我是不怀疑 因为我知道你以前年轻当过歌手 但是毕竟非专业 在这个你决定要做这件事 可能决定你的可以很阿萨里 但是决定了之后 开始准备到登台 没错没错 这中间你们经过很多壮强集 有有有 我觉得背歌词是我最难的 我现在终于了解 为什么周华健老师 常会忘死 对 因为你心里 其实你在唱歌的同时 你希望你很很easy 很relax 你才会唱得好 可能脑袋就必须放空 你脑袋 可是你又要走位 你又要配合乐队 还要走位 天哪 对 然后你还要想那个 等一下要讲什么话 因为你要串场 我没有那个专业主持人在串场 所以整个场子 你要你要串场 你要唱歌 你要记台词 你要看乐队 你要顾拍子 反正就很多事情要顾 所以我觉得 记歌词对我来讲是超难的 然后当然现在有高科技 他们就帮我放了那个提词机 可是你提词机 你也要装着 你也不能从我到尾 一直盯着他看 对 对没错 所以我就发觉说 真的隔行入隔山 真的要做一名专业的歌手 真的不容易 所以完成了以后 应该很有成就感吧 非常非常 想再办一场吗 当然想啊 我在想说 有生之年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但是我觉得那个不强求 我有很多朋友说 我们来办什么 很多人都很爱唱歌嘛 那其实我觉得 未来有一群好朋友玩 然后可以办个什么公益演唱会 然后密切企业界的人 把这个 对 大家玩完了之后 又可以做公益 我觉得这是蛮好的IT 是 而且听说 你还想要组个阿卡贝拉是吧 你是要自己表演吗 还是只是组团而已 我组团啊 如果有机会 我当然也想表演 真的吗 对 因为我觉得阿卡贝拉 我觉得很棒 就是说 它不要带任何的乐器 然后大家要很有默契 然后都喜欢唱歌的一群人 我觉得应该可以 插出一些火花 那因为我现在在那个 很多新创团队里面 担任导师嘛 所以有一群年轻人 其实也很爱唱歌 所以我就很想在这个 年轻创业的团队里面 来号召一下 有没有人 大家一起 就是组个阿卡贝拉的 这个乐团 听起来蛮有趣的 好 这个是 丁凌娟呢 在50后的 这个第三人生啊 他有一个 哲学就是叫做 一路玩倒挂 在一路上呢 在过去的 因为狗看你做了 非常多新的尝试 那么在这个 继续的这个第三人生呢 也还有很多的愿望 希望仪的实现啊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来聊 好 欢迎回到 周末炼金术 我是周慧婷 今天现场的邀请到的是 享受吧 50后的第三人生作者 丁凌娟 那么凌娟呢 从职场退下来之后呢 做了非常多的尝试 包括完成自己 非常多的梦想 我们说这个人生下半场啊 自我实现的成就感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所谓自我实现呢 除了一些自己梦想的追求 当然也包括大我的时间 我很赞同你在这个 书封面上的几句话 包括说50以前是追求成就 50以后是要寻求意义 还有呢 人生上半场是靠收入来过活 但是下半场要靠付出来生活 所谓这个付出 你可以是当职工 回馈社会 或者也可以是在职场上呢 继续用你不同的方式 来贡献自己的特长 那像林娟我知道你现在 你自己提到说 在你第三人生当中 很重要的愿景就是 帮助年轻人成长 是你做了哪些事情 我回大学去教书嘛 然后因为我的专长 都在行销公关领域 那我就发现 这个领域其实现在 很多年轻人其实很向往 然后social media的年代起来 其实这方面领域的变化 也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回去教书 一边教书其实也一边学 一边学 对没错 然后我又在AAMA 就台北摇篮计划 帮助这个新创的团队 有关行销跟品牌方面的 一些mentor 然后还有现在也兼 二代大学 就中小企业总会 它成立就是帮台湾的中小企业的 二代接班的计划 所以也帮助二代来 再做一些辅导的工作 所以我现在就是很多的机会 可以跟这些年轻人在一起 然后回馈 然后我也经常到校园去演讲 鼓励年轻人怎么找到方向 那像做这些事情 我其实自己都非常快乐 对 而且我觉得跟年轻人在一起 我觉得我也一边在学学好多 不 我现在他前一天还在跟我讲 他跟一个朋友聊天 这个朋友跟他说 他人生下半场的体悟 就是有十件事情不要做 其中一件事情就是 教不会的学生不要教 你怎么看现在年轻人 我觉得年轻人现在最重要的 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方向 因为我在教书的时候 常常碰到年轻人 大学毕业 问他们未来想要做什么 你就会发现他们一脸的茫然 对 要不然就说 做什么都可以 看找到什么都好 或是说 现在很流行什么 那我就去做什么 或是我的学姐说什么 或是我的妈妈说什么 那我常常就问说 那你自己觉得呢 他们就说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其实人生 找到自己的兴趣 找到自己的方向 可以燃烧你的热情 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 非常非常的重要 可是我觉得 我们的大学教育里面 好像并没有教学生 如果去找自己 那所以其实 我有很多演讲 或其实我的书里面 就是后来出了一些职场的书 其实也是告诉年轻人 怎么去认识自己 那不管怎么样 如果你一开始不知道的话 也没有关系 那你就 就你手上可以拿到的工作 或是你不断地去实习 打工的经验当中 你慢慢地去感觉 就是一定要做 不要只有想 你就去做了以后 你才会感觉 你才会知道说 我对这个工作 有一点点想法 或是你的同事 也会回馈给你说 你哪里做得好 哪里做不好 那我觉得这些都会让你 慢慢慢慢对自己的方向 开始有了感觉 你现在接触很多年轻人 以前你在职场上 当老板也好 当主管也好 应该也接触到很多的 这个年轻的属下 你觉得 你在跟年轻人相处的时候 你可以感受到他们 就是以前的年轻人 跟现在有什么大的不同吗 我觉得以前的年轻人 比较认命 像我们这一代的 这是好还是不好 有好有坏 我们认命的话 比如说像我大学刚毕业 我那时候家里比较穷 我就觉得说 不管我找到什么工作 什么工作来找我都OK 只要我能做 我就是要赚钱 我就要改善我的生活 但你这个意志 非常坚定的时候 其实你一头就栽进去 心无旁骛 反而就走出自己一条路 那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可能选择性太多 又可以延闭 又可以出国打工 又可以干嘛干嘛 那反而让他们 就是说当你还没有 清楚自己的志向的时候 你反而不知道如何选择 所以就更茫然了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可能生活条件比较好了 所以他们会觉得 努力也不见得会成功啊 倒不如很easy的过生活 所以我觉得现在享乐生活 对年轻人而言 也是非常重要 他们不想再花那么多的时间 在工作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我觉得 现代的年轻人 比我们这一代会生活 懂得生活 我觉得不过 从比较悲观的角度来讲 也可能是因为 他们现在面临的 其实在我们以前 那个年代 觉得你只要努力 就有成功的机会 对那现在年轻人 可能觉得努力了半天 这个二十K好像 也养活不了自己 所以后来可能就干脆 做一些其他的选择 对但是我还是要说 就是说你在成功的路途上 努力不见得会成功 可是你不努力 不努力是绝对不可能 到达那个你想要去的 的确很好 这个值得年轻人们 好好的深思 不过我们还是要回来看看 我们这五十后的第三人生 这个比较值得关系 你知道在这个 世界经济论坛 有一个研究 他说我们人生的 这个幸福指数 是从十六岁到五十岁 开始成一个U字形 就是十六岁以前是快乐的 是幸福感比较强的 到了十六岁 就开始下降下降下降 到了五十岁以后 又往上升 这个当中的原因 我觉得还蛮值得探究 林军你自己 你觉得你到人生 到目前为止 幸福感最强的是哪一个阶段 我也觉得五十后的人生 你也觉得还不错 真的 所以你那时候 U字形里面其中一个点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 我们在第二人生的时候 当然是U字形的最底端 因为那时候大主两头烧 又要工作 又要追求成就 然后家里又有小孩 逮捕 所以我们的时间 其实被压缩得很紧 没有时间做自己 那你五十以后 我觉得人生的酸甜苦辣 你大概也尝得差不多了 你对人生有另外一种体悟 然后什么是你要的 什么是你不要的 你慢慢慢慢也清楚 所以我觉得五十后的人生 反而比较简单一点 然后如果 如果那时候 我们第二人生 如果够努力的话 在第三人生 我觉得多多少少 有一点积蓄 然后财富也比较自由了 然后小孩也慢慢长大 你就比较有时间 或金钱留给自己 去做自己想要的事情 所以你的人生曲线 可能就慢慢再往上 是 而且到了这个阶段 可能有很多 你以前在乎东西 现在发现没那么重要 很多以前觉得 无所谓东西 现在开始去关注了 有哪些东西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聊 好 今天邀请到了丁灵俊 来跟我们聊 他五十后的第三人生 现在人寿命很长 假设可以活到一百岁的话 这个过了五十 等于是才刚刚完成 前半场而已 那么来到下半场 希望人生是什么样貌呢 其实我觉得 有时候仔细检验一下 你可能会发现 有些东西 自己以前可能很在乎 我们现在觉得 不那么在乎了 那么有些东西 可能以前从来没有要关注 现在发现 好像越来越重要 例如健康 对不对 对 没错 你是个注重自己健康的人吗 一直以来 没有 我一直是很懒惰的人 然后觉得以前 我觉得我在第二人生的时候 反正 能做就不要站嘛 能走就不要跑这样子 所以我一直很忽略 自己的健康 可是我在 创业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后来发觉 我的身体 其实出了很多警讯 可是我都 ignore他 就是没有去理他 那后来 渐渐无事以后 我才慢慢觉得 这些警讯 如果我再不好好的 去take care他的话 其实对我 对我想要做 梦想的事情 其实是有障碍 所以我觉得 为了我的梦想 我一定要好好照顾 健康最重要 有了健康 这些梦想才能实现 对对对 所以这健康是最基础 所以现在慢慢慢慢的 就改变我的观念 以前是 忙完了以后 再去想说要运动 可是当你忙完了以后 你其实就已经筋疲力尖 就反而就放掉了运动 那我现在是把运动的schedule 排在我的时辰表里面 对悠闲 所以时间一到了 我就先去运动 所以这个改变 就变成你在时间的管理上 悠闲顺序就差很多 所以而且我真的觉得 这个有运动之后 真的身体会回馈给我们 像我最近做了那个重训 我连续做了一年以来 你去做重训 对对对 我就发觉 真的爬楼梯比较不会喘 然后去爬山啊什么 竟然可以登顶 我就很开心 对那你身体状况好的 心情也自然就愉快 所以这个身心灵 这个健康是互相影响的 没错 所以除了运动呢 你还有做哪些 维持自己健康的事情 运动走路瑜伽 像这些 对我都会持续做 然后像偶尔会打打高尔夫球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有打网球 但我现在就觉得 网球有点激烈了 对所以该打高尔夫 容易受伤 是对 不过我觉得这个 我们讲健康的身心 当然也包括合宜的 甚至是令人赏心悦目的 这个外表 对不对 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显老 除了这个生活条件好了 或者说比较重视养生之外 其实我觉得高超的 医美技术 也功不可没 你怎么看 这个外表的保持 我觉得现在 医美好像变成是一种 维持 就是说如果你把它 当成保养的一环 我觉得也不为过 只是不要就是成瘾 因为有的人 就是医美过头了会成瘾 那就会越修越over 这样子 那我觉得 做出超出自己该有的期待 对对对 该有几条皱纹 就让它留着 对那只是说 如果医美可以让你气色 更好一点 或是有一些人可能 脸部线条有一些缺陷 就稍稍补一点点 我觉得这无可厚非 只要不要就是 太超过自己的年纪 或是太勉强的话 我觉得我都可以接受 你有没有什么抗老的秘诀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那个心情 保持愉快最重要 还有就是说你有事情可忙 对 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 对 好 我想这个人过了50岁 人生来到了下半场 要想要活得优雅跟幸福 这边提到有四个重要的支柱 那么刚刚我们在讲的这个健康 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那么财富当然也很重要了 还有我们刚聊很多的自我实现 另外就是情感 这四个当中 我不知道林娟怎么看 我个人觉得最难的应该是情感 因为它不完全操制在你手上的 没错 我记得我文章里面 我写过一篇 就是要跟身边的人和解 对 我本来的想法是 我觉得第一 首先要先跟父母和解 因为我们的性格里面 对 有很多就来自原生家庭 对 那我听到很多人的故事 都是跟自己的父母 所以那我觉得父母又渐渐老去 像我妈妈都已经在天上 我现在想到他的好 或是来不及表达的 我都觉得好遗憾 所以我觉得父母一定比我们更早老去 我们一定要先跟父母和解 而且我觉得在和解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也对自己就原谅自己 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很重要 那我记得我里面也有写过 跟我妈妈和解的那个过程 因为我小时候其实非常叛逆 那跟我妈妈的关系有一度是蛮紧张 那我现在我觉得我很开心 我在我妈妈往生前几年 我开始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帮她剪脚指甲 帮她洗脚 帮她剪脚指甲 因为我妈那时候中风 她弯不下去 那在那个洗脚指甲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妈妈也变柔软了 因为你的热水泡的那个脚 那我觉得当大家心情柔软的时候 讲出来的话 我觉得就听得进去 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开心 老天爷给了我那个机会 让我在我妈妈往生之前 我可以帮她做这些事情 那等于我跟我妈妈之间 有一个和解的机会 那我觉得除了跟父母和解 我们也要慢慢去开始去思考 跟我们身边的人和解 甚至跟自己和解 对不对 不过刚刚非常赞同林娟所说的 因为我觉得父母年纪大了 在各种和解关系当中 我觉得那真的是 我们很重要需要去面对的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 可能跟父母的关系 可能是比较疏离的 或者比较紧张 甚至是从小到大一直有冲突的 但是到了这个阶段 因为我觉得我们过了50岁 人生也到了某种成熟阶段 变得比较柔软 那你父母这个时候年纪也大了 那有很多可能开始出现 各种身体状况 他要开始来依靠你 来你需要你陪伴 需要你照顾 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跟父母用 另外一种方式来对话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尤其我们父母那个年代 大概对子女的 表达爱的方式 都是比较含蓄的 我知道很多 尤其父亲 是是是 跟爸爸妈妈 从来没有拥抱过的 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你 这个时候你要他们来改变 不太可能 但是我觉得子女跨出 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我们休息一下 稍会继续聊这个话题 好50后的第三人生 我们刚刚聊到 非常重要的是 情感上的和解 包括跟你的父母 上一代 你的下一代 还有夫妻之间 朋友之间 甚至跟自己和解 因为和解的过程 你其实表面上 是在放过别人 其实你在放过你自己 对 没错 对 尤其是 我觉得跟上一辈的关系 我知道很多家庭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那么很多人 可能在成长过程当中 像林娟 你刚刚提到 你年轻时候比较叛逆 那我知道甚至有的 家庭的关系 是比较紧张一点的 但是我觉得到这个阶段 子女能做的事情 就是不要让自己遗憾 对不对 对 对 然后我觉得其实 有一句话说 一个人可以给 另外一个人最棒的礼物 就是时间 所以我觉得 对父母而言 觉得陪伴是最重要 有时候可能 我们也没办法做什么 可是光是陪伴 我觉得就给父母 有很大的安慰 对 因为你就在他身边 对 对 还有我们讲孝顺孝顺 其实我觉得顺非常重要 我会这样讲 是因为有个朋友 他经常跟他妈妈吵架 那你听他们吵架的原因 听起来有时候 觉得蛮冤枉的 就是这个女儿 其实很孝顺 但是妈妈呢 就是比较节俭 所以这女儿说 塞个计程车键 就是你拿计程车回家吧 结果妈妈呢 转身把计程车键收起来 就搭公车回家了 然后她就很生气 她就很生气 说像你坐计程车 因为你年纪大了 八十几岁 你为什么不听话 什么都不听话 什么都就开始骂起来 那或者说 有时候这个女儿 也是一片孝心 比方说 就是邀了妈妈几个朋友 让他们聚在一起了 然后就买了单 付了这个餐费 或者有时候安排个 两天一夜啦 三天两夜的旅游 让妈妈跟着她的 几个好朋友一起 听起来很好啊 妈妈就不高兴啦 觉得说 我们的朋友 他们花钱就好 干嘛要你来花呢 那其实心里呢 是心疼这个女儿花钱的 但常就弄的 这个女儿呢 就怪妈妈 觉得妈妈难搞 妈妈呢 就怪女儿 觉得说你怎么 而且还对我那么凶 那我就觉得 这个关系弄得 这样很紧张 其实实在是蛮冤枉的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顺很重要 对 可是顺 对 我觉得有时候 老人家就喜欢 听顺耳 是是是是 那有时候用点技巧嘛 对不对 比方说 你买了两张 费玉清的 这个演唱会票 你就说 人家送的 对 你就说人家送的 对对对 我现在常用这一张 对对对 人家送的 对啊 我那个之前 订了一个餐厅 然后刚好什么 抽奖又抽到了 刚好免费 什么什么 是 就让老人家高兴就好了 对对对对 我觉得用点技巧啦 对好 夫妻关系呢 应该是另外一个难题吧 对我觉得夫妻关系 这个这个题目讲起来就长了 但是我觉得现在50后的人生 大部分人都不想要勉强自己 那我觉得现在社会观念也比较开放 那我觉得婚姻其实有很多种选择啦 就是说真的真的相处不下去 其实离婚是一条路 那分居是一条路 那也有就是就是足婚 像那个 是这个是日本现在流行的一个名字 什么叫足婚 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足婚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还是保持个婚姻的关系 但是呢因为你有你的梦想要追逐 我有我的梦想 我们两个可能没有交集 那就各自互相 彼此就不舒服 对的不舒服 但是还是维持个婚姻关系 因为你也知道 有时候因为有子女啊 有身边的家庭啊 其实有时候离婚并不是那么简单 有时候还有什么财产啊 对不对 所以而且我觉得情感有时候可能 也没有恶劣到那种需要离婚的地步 可是因为各有各的这个生活习惯 或是梦想要去追求 所以日本的组婚 有的人比如说住东京 有的人就住大阪 他们各自选择自己的城市 然后各自去做自己的工作 然后如果有家庭聚会的时候 又可以聚在一起 或者即使住在同个屋檐底下 没有办法当亲密的夫妻 就当家人吧 对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如果打破观念的束缚的话 其实我觉得很多路是可以选择的 而且我觉得婚姻只要两个人同意就好 也不用去管外面的人如何看你 尤其到了这个年纪 对不对 只要我们两个过得束缚就好 好今天邀请到丁凌娟跟我们谈 享受吧 五十后的第三人生 马上还会出下一本书吗 正在计划当中 谈更深入的第三人生 好我想很多时候呢 真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基因 本来这个每家人的关系 互动模式就不太一样 不过对一个五十岁以上的人来讲呢 怎么样学习跟周围的人 跟自己和解 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 尤其这个人类的寿命越来越长啊 退休以后这个第三人生的长度呢 可能会比你前两段的人生 都要来得长 所以如何安排呢 真的是考验一个人的智慧啊 今天非常谢谢林娟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您 谢谢谢谢慧婷 谢谢各位听众 好祝大家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